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烦喔 不想出門 今天還是待在家裡好了 你也不想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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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唉 屬於所 人生啊 就像是一顆劍 打齊去 但若不打開它 那就 永遠不會知道 裡面會有 什麼玩具 愛 阿翔 如果整天 待在家裡 那你就 永遠不會知道 外面的世界 是多麼的奇妙 是 阿公眼緊張 太太看成娘 指著紗窗說 藍色蜘蛛王 民國 民國102年6月9號 一位無所事事的 男子阿翔 將家中的遙控器 打開 打算一整天 窩在家裡 究竟阿翔是否會出門呢 而他踏出了這一步 又會引起什麼樣的 驚濤駭浪呢 就讓我們 看下去 觀眾大家好 又是一個禮拜開始 除了二三四五六日之外 這禮拜天氣可以說是相當晴朗的 我們來看一下微星運圖 從微星運圖上面來看 全台隔離的海風是相當少的 但西南氣流依然實實的影響當中 從明天傍晚開始 各地會出現短暫性的豪大雨 建議大家出門最好是多帶保護傘 至於今天的天氣變動是相當少的 建議大家可以租到戶外走走的 接下來 讓我們來為大家播報 上個禮拜的天氣情況 這 這氣象預報也太奇怪了吧 怎麼會 怎麼會有字幕呢 啊 算了 星星人電視節目好像都不太正常 我還是出去走走好了 可惡 我還是去換個衣服好了 GIRL behaved пре 靚山 沒有 wellbeing 好事發生 我們有死嗎 最近走都有點近 可不可以再關這個幾天都可以忘記 可以耶 那你到那欠錢的下場是什麼嗎 不知道耶 可是我有兩個爸爸 三個爸爸要演 很可憐的 所以呢 所以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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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跑快 那油總是就不要給我下來 威哥來抓我啊 好 算你行 我們走 終於走了 可以震這麼高 我要怎麼下去 我怎麼下去 看怎麼看啊 沒見過帥哥從天上掉下來啊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 去 你們不是在今天跟她一起 同學還 那還怕啊你 我就知道出門準備好事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可怜的阿祥 终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捉弄 阿祥到底欠了多少钱 为什么威哥千方百计的想要活捉他呢 这究竟是同学之间的纠结 还是债务上的纠纷 亦或是感情上的纠葛呢 就让我们看下去 你还跟我来 你还跟我来 我原图上面看了 我去 发表一下感言 快点了 快点了 按键按键 按键按键韧 感谢观看